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刘同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婚姻生活其实是一连串的选择 不仅是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你结婚的那一天是一个选择 事实上在你每天的婚姻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选择 那么什么是在婚姻中正确的选择呢 首先要选择沟通 婚姻是由两个不同背景 不同个性的人所结合 而且结婚之后夫妻所面对的挑战又是各自不同 唯有持续的沟通才能维系彼此的感情 要记得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沉默不是惊 而是一个亮红灯前的警告 所以无论多忙碌 你要选择花点时间来享受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其次要选择饶恕 中国有句话说得理不饶人 但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却不应当是如此 因为爱本来就是超越道理的 想想看一个做父母的 怎么样耐心地等候浪子回头 怎么样拥抱他回到家里 这样的爱不但是超越道理 而且也能够感动人心 就算对方至终没有回头 饶恕的心也能够使你的心灵 不被怀恨与苦涩所捆绑 能够坦然面对人生 这是一种极大的自由 最后要选择来依靠神 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 人的忍耐也只能忍到忍无可忍 当你感觉到婚姻的道路上走不下去的时候 不要忘记回转到神的面前 唯有祂是我们爱的源头 也是我们智慧力量的泉源 只要你选择来依靠祂 你的人生就会重新充满盼望 愿上帝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